上海城市因水而生 因水而居 因水而幸 水是上海自来资源的一大优势 目前水环境 又是生态环境的相对短板 必须下大力气 治理好 2017年 我们对1864条段 1756公里的黑臭河道 进行了整治 实现了中小河道 基本消愁黑臭 水面积 只争不解的目标 合掌制也已全面戒略 水环境治理既是环境工程 也是民生工程 你说我给2017年的 中小河道整治 能打多少分 我觉得我们是大倔人 人民是越倔人 打多少分市民说了算 2018年 2018年 水环境治理的目标 使中小河道 全面消愁黑臭 水环境质量 进一步提升 我们在抓好中小河道 水环境治理的同时 还要遮守 对大江大河的水环境治理 我前面这回答问题的时候 已经说了 今年将按照 水岸联洞 水岸联洞 主干流共治 全面启动 对收州河的 环境第四期综合治理 同时还要力争启动 对湖松江工程 上海段的治理 在提升其防汛除劳功能的同时 进一步沟通水系 让水更好地流动起来 解决好水动力不足的问题 让水环境 水质量 更好起来 我们对水环境的治理 充满信心 谢谢